我們接到很多電郵 Facebook也問 電話也問 他們聽你說的生肖 非常投入 每個人都說要怎樣去做 他們整天都問 未來還有幾個生肖 為什麼什麼時候說 我們繼續介紹給大家 還有四個銀行 對呀 我心裡有很多朋友 有些粉絲 熟雞的那些 追了幾個禮拜 就直接提到你 說話雞狗 雞型不靈 但通常來說沒有這一句 熟雞的朋友就是天生最好的朋友 任何人如果吃到熟雞 你跟他做朋友 他一定是不會拿你的好處 當然是 熟雞人是對朋友最好的 所以你找到熟雞 熟雞人今年就非常好 是三格 直成是一二三的有份 不是第一應該是二三 他有八座三台華蓋天解解神 你都說了五個吉成 哦 吉成 八座 八座的意思就是 同時受人尊敬 即是做官 八座的意思就是你去哪裏都威嚴 三台通常來說就是 代表別人肯定你 八幣 很多伙計喜歡你 很多下面的人喜歡你 所以八座三台都是代表威望 嗯 權勢 明白嗎 所以恭喜熟雞 熟雞的人呢 其實在過去這二十年 普遍熟雞的心照都徹底一點 徹底的意思就是 你做多少都好呢 都是人們覺得你是不肯定你 未必將你放在頭上的 他放在頭上的 所以熟雞的人 天生呢 是有少少少 我們說是有少少 的劇人文 即是無共無雲 那不順利 看影音 這群人你都會覺得 他應該是好些的 但是他們都是比較 是無共無雲 有點激 有點激 魚文學 我都覺得是 他可以升到很厲害的位置 但是覺得他去到某個位置 又去不到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其他幾個 伊林很大 很欣欣 鄭家榮 黃飛也是 家榮其實大家都覺得他很頭目 但他好像經常去到某個位置 他又性格小生 我很喜歡他做反派 你看他做反派 真的一流 真的好 好的 所以唐師明也是 他又要某個位置成了個大姐 突然又失蹤了 有一段時間又沒有了 突然 但他又覺得他永遠在這裏 這個都是熟雞的人的特性 但是今年 下一個叫三合星 這個三合星就是代表 銅牛和蛇 合成一個三合局 所以人緣很好 而且身邊很多人有倚靠 暗星就是六神 紅燕也是有桃花 而且都是賺到錢 所以熟雞朋友就恭喜你了 終於走了很多年 今年應該有出頭之日 哇 是的 今年應該是不錯 而且熟雞人 是因為我們從整個世界形勢來說 雞通常是說十月出生的人 中國就是一日出生的 美國就是七月四日出生 就是屬於那個火來的 所以美國和中國就是一個火 一個金 火用金的一個局 所以雞其實就是代表住 十月初出生的人 而是代表那個金很黃 所以其實現在的瘟疫號 或者中美貿易戰 都在說那個火是燒那隻雞 是燒雞 燒雞 所以雞的生肖的人 都因此而受影響 所以雞在這幾年就吃底一點 但是去到2021年 那個叫生丑年的生字 就是雞的出頭那個字 所以雞今年出頭就是對的 2021年就出頭 從這個八字的生肖 以至到整個世界的運勢來說 可以看得到在2021年 中美貿易戰是有和門的跡象的 所以這件事是指到大陸更加會紅些 就是中國會更加黃些 熟雞的人也是會賴上這個關係 這些是我們研究結果 講明是玄學 我們也不懂得說政治 不過跟玄學 我們會有一種態度去分析 好了 三合星代表是朋友 所以熟雞的人 如果你生育雞 你本身就是朋友性好得不得了 所以今年熟雞的人廣結善緣 長袖善武 是很多跟朋友一起共處的機會 他又肯定又光榮 天解星就把那些壞事全部解決 華解星去到哪裏都好 都有個加持說你是very good 所以熟雞今年我應該覺得他可以排第2 所以馬和雞就跑出來 所以熟雞的人恭喜你 大家記住熟雞的人 今年有兩項目我提醒你 第一項目其實不只是熟雞 所有人都要提醒 在座我們就沒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很多小朋友 家裡讀書的人 就要特別留意 為什麼呢 你讀書厲害不厲害呢 就是關於小朋友的房間 上面的燈 這件事當然要跟你女兒說 因為她們經常想辦法 讀書 宣傳 怎樣搞事 怎樣能夠令到她們很多辦法 反正我搞電影 如果經常都要讀書 你其實應該換一下 你頭頂的燈 因為那燈 越多燈泡 就越多計計的 所以你看那些燈 是一個燈泡 一個燈泡 一個燈泡 一條絲 又出來很多燈泡 五六十個 就是那一隻燈 我看過那一隻燈 我有一年來 那一隻燈 我寫了很多日半 我想到你們 是啊 我的房間 我屬的燈 是八個燈泡 怪你那麼多票 雞姐 經常跟我說 有那麼多計劇 原來就是那一隻燈 各位聽眾 你們不單止熟雞的生肖 每個生肖都要留意 其實你換一下你家的燈 因為那一隻燈 就是代表你的智慧 和你的腦筋 你想一下 真是 如果你弄得更漂亮的燈 火數更厲害 你以為都會醒神一點 你整個黑眼睡 那那些燈又夠又盛 你明白嗎 那你都歐很多 好了 那你行運更加要 快點換回燈 你明白嗎 燈就是燈封造業的燈 燈就是丁字 燈的名字是D字 現在香港最紅的店 都是G字頭 D字頭 知道哪間嗎 D字那間 你想一下 在一個這麼逆史的情況之下 這麼低潮的時候 誰走出來紅的那個人 你要留意他有什麼特色 他是D字頭的 那你就知道D字代表什麼 是丁字 丁字代表火 代表燈 黃燈都可以 所以我們做節目都是燈 燈 哈哈哈哈 大師說得對 兩個總統都是燈來的 是 一個就是Donald的燈 一個拜登就是燈 是嗎 那些黃鑑的燈字都紅些 你這樣吧 是嗎 是 是 所以應該 佳應姐應該是低燈 我應該叫大燈 不是 我新入菲傭來 他看到我 他問他為何你的頂上這麼多燈 他問我換個盞燈 沒錯 那我不是 我喜歡 燈是賺錢的 在中國古代 燈是代表燈 燈是代表燈火 燈火 燈火是代表燈財良王的燈 哦 所以團進鋒你要燈 你知道嗎 所以你發現性 突然的人特別好運 因為突然就是燈 叫靈都行運 就是燈 所以大N就是D字頭 所以大N是特別旺的 所以N又旺 A字D字D和N都旺 所以這些密碼就告訴熟悉的人 如果你能夠換回醒神一點的燈 你多些用燈字和丁字 英文字今年最紅的 十二生日都合用 一定是D字和N字的 DN 所以開公司就是D字頭 Full Nansy都可以 你簡直是因為Nansy 所以才知道今天這麼紅 你都不知道 只是你一早燈了 就是你的Captain Nansy Captain Nansy 所以你叫Nansy就紅了 明白嗎 所以其實你也是在燈 和丁 你明白嗎 丁代表賺錢 所以世界上最厲害的股票 和最厲害的生意 都是24小時開燈 所以如果一些國家說 我要坐在外面燈進來 那個國家都不是一個穩置的國家 是一個很他條碳世界的國家 所以全世界最厲害的股票是 24小時開燈 我不管你外面行為閃電 我都開燈 所以家裡 希望大家熟悉的朋友 留意一下今年的燈 只要你的燈 是用一些新的燈 還有一些燈 多一些燈餡 還有是吉祥一點 那就一定好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熟悉的朋友今年記住 你們家裡 就是很容易在走廊 塞了很多雜物 家燕姐有這個麻煩 她家裡有很多雜物 所以我要提家燕姐 其實家裡多雜物 有什麼不好 就是你很容易奪管 是很容易閉塞的 所以你的確在未來 我會提到你 在2022年 即是你還有一年 你學一下 一年之後 就要提你要收拾東西 因為家裡太多雜物 會影響呼吸之外 影響血液流通 所以現在阿斯文 有很多人喜歡家裡 在走廊裡 上面又展建 整個天花 下面旁邊 都排在鞋子 其實就會令到人 身體會長時間 我們叫膽固醇過高 而且是容易身體裡的液滅質 所以清理家裡 讓家裡爽爽爽爽 能夠是比較 沒有那麼多雜物 其實對健康身體是特別好 而熟悉的朋友 今年由下一個叫 血刃星和官扶星 都是要清理家裡的雜物 你記住 熟悉的朋友 一定要清理雜物 才好運 這就是熟悉給你的意見 所以希望大家留意 明白